真假的 那咋办啊 哎呦我天这事我真不知道咋办好了 吓出来我一头汗 我开个电风扇啊 我想到了 先把那个卖了要不然就 我做饭还来杯咖啡 然后有小帮手 有小帮手 有人帮我做 炸猪排 然后剩最后两片啊 那个妈妈那个不炸 剩两片 剩两片 这片炸到酱 金黄 放在这边控油 这片炸完了 大宝被你偷吃了哈 在里面炸了一块 来你看看 好吃不 好吃的美味好吧 好吃的美味啊 太多汁了 好吃 哥们水鱼油了你干啥呢你俩 我们在新小美丽的这个 憋测啊 我憋今天测 水啊 各位 够急不 人家说都是我说了算 咱家谁是老大 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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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吃饭吧都是开干一时 把阿丹起来的订阅都瞎 我这刚才看到我先生跟我女儿啊 开个玩笑 因为有粉丝朋友总觉得说 这阿丹家一定是阿丹城市 阿丹说的算 没有 哎呀我这就是个嘱咐 小女子 开玩笑哈 真的我跟我老公的关系的话 就是比较互相互相 就是没有说哪一件事情 一定是我说的算 哪件事情是他说的算 我们两个基本是有商有良 哦 有讨论的 所以刚才我女儿不是说 咱家谁老大 我女儿说他老大 哎 也差不多 没有哈 没有我们家没有老大 我们家三个人都差不多 也没有说我女儿 是因为她是我们的女儿 所以说我们不听她的想法 她的意见 也没有 所以说就是基本上都是互相 大家互相讨论哈 呃 哦对我跟大家讲 我女儿她那个什么 毕业纪念册 我觉得 哦超级赞的 因为她那个毕业纪念册 跟我印象当中东西不一样 就是我小时候的毕业纪念册的话呢 是 呃 她是只有我们班级的 有没有 然后呢 多数的话 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数位相机啊 包括手机的什么的话 不是说像现在这种智慧型的哈 你可能很方便抓拍到一些影片 照片啊什么的 没有 我记得那时候以前都是 呃留言类的 呃 就大家去留言 然后签名字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它是一个本子的话 就是 不是学校统一固定给做的 哦 我小时候内容 那是这样的 而且的话呢 只有是本班同学 并没有其他同学 那我女儿现在这一本的话 我觉得看起来哇超赞的 因为她那一本的话 就是前后的封面的那个 设计的话 老师已经在那个之前 请她们来设计了 就是她们可以投稿哈去设计 我女儿说她也投稿了 但是没被录取哈 没关系哈 都是一个经验 然后呢是 呃 她们现在这个封面的话 真的就是画的很漂亮 是她们六年级 另外一个班的同学 我觉得画的很漂亮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就是呃 有专业的 好像有过来给她们 拍戒照照片的 啊 因为我女儿那一天的话 就是呃 有说去拍照什么的 然后大概她穿什么衣服 什么的哈 就是有去拍 里面的话呢 除了有她们班的之外的话 整个六年级的都有 而且还有一个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什么 他们有全学校的 所有的这个老师的照片 在一个里面 一个大合影 哦 全学校的都有 我觉得啊 太棒了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说 我说哎 我说那你一年级的 那个老师呢 然后我女儿给我指在这儿 我说那三四年级的呢 我女儿给我指在这儿 哎 我说太好了 我说这以后都是个回忆 都有 像我的话 现在就没这东西 没有这些记录哈 现在真的小孩都太幸福了 然后我看完她 那个我觉得说 哦 现在这样的话 这个这个记录方式好 更棒 里面有他们照片 然后下面我旁边 有同学的名字什么的 这以后拿出来的话 一辈子的回忆哈 这都有 不像我那时候 没有了 同学给我写那本 我都不到跑那去了 然后 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吧 说完之后 我老公跟我说了件事 就突然间他跟我说的事 妈晴天霹雳 整得给我下出来一头汗 因为我就是 那我老公的话 今年好消息 我老公的话呢 今年也会跟着我们 一起回去大陆 不不 不是我们一起回去哈 就是他今年也会回去 但是他比我们晚 我跟我女儿不是 先去成都去玩一圈吗 他的话呢 就是可能要 七月份以后了 我老公也会回去 沈阳一趟 因为你知道我老公 多久没回去了吗 七年了 我老公七年没去沈阳了 真的很久很久了哈 我老公去上回去的时候 我女儿可能才五岁 然后我们还有拍了一场 就是在沈阳拍的那个雪景的照片 拍了一本哈 哎那一本在哪 在台湾吗 还在沈阳 因为我以前的话 我女儿每次回沈阳的话 我们都会拍一本那个 就是像写真拿照片这样 然后留在沈阳 你给我妈我爸看的这样 因为人在我这吧 所以说就是每年都会拍一组写真照片这样 那真的是记录了我女儿每一年的 大陆拍真的好便宜 就是那种工作室类的很多很多 就是可能是一个大楼里面 就住户这种大楼 很多都是那种叫什么 商办大楼 然后那种大楼的话 就是很多都是租出去 给这个 他们就是什么写 就是什么 拍那个宝宝照的 什么这种 就是他们来租 乘租这样的一个房间 一个单位吧 里面可能是两房一厅 然后有厨房有厕所这种 就是平常可以租给住家的 然后呢 他们就把它变成工作室 就是这房间的话 其实每一面墙都可以贴上背景布 都是这个室内拍的这样的背景 小小的 小小的朋友的话呢 就是在室内拍 然后换衣服啊 有一些衣服 爸爸妈妈可以先给他们选 我女儿从很小的时候就拍 每年都有一本 然后呢 价格就比较便宜 大概才三四百块钱 人民币 就是 你可以拍的很多 还送什么大相框啊 小相框什么之类的 因为那个竞争很激烈 所以说价格真的很便宜 然后呢 就是 我们那年回想 随着我女儿长大了嘛 后来的话就添加了一些外景 那外景的话 可能稍微贵一些 可能 四五百块钱 然后也拍下来了 然后 然后那一年的话呢 还有我先生 我们有回去 就特意拍了一场雪景的 改天我找一找 我不知道在我家呢 还是在 问问我老公子 我老公刚才去上班去了 我就想说 跟大家说一下这事 我就越想越害怕 就是 哎呀 说完这个影集之后 咱就说 我这次不是要回去吗 然后我老公也要回去了 我老公就问了我一句 我不是想带我女儿去 这个成都去玩吗 我的机票 我跟我女儿 从台湾到成都的机票买好了 然后呢 就是 成都到沈阳的还没买呢 我让我老公的那 机票的话呢 我也买好了 就是 这不还差 回城 我跟我女儿 咱们从这个 沈阳回台湾的机票还没买 因为都买的单段的 还没买回城的呢 然后机票都还没买完了 我老公就问了我一句说的 多带点 多带点钱 然后钱回去 就是你看你们要吃什么 多准备点钱 那个别舍不得花什么的 我老公真好 每次我要说出去玩 我老公都嘱咐这句话 多开心 对不对 然后 我老公说完了 我就说 我说就用那什么 就是支付宝里边就好了 因为我大陆的钱的话 就在支付宝里面 我没有在台湾拿台币 换过人民币往回带什么的 我也没拿人民币 再换台币往回用 你知道吗 就没有 就是在沈阳的话 我们就花 就在大陆 就花我在 沈阳期间那时候赚的钱 就是我以前赚的钱 然后在台湾的话 当然就花我在台湾赚的钱 这样好 然后我老公就说 那支付宝里边还够吗 我听完这么猛了 啥叫还够吗 没有了呀 然后我老公就给我拿手机查 因为好像是有两个支付宝 反正就不同的账号里面 我这个的话有三千 就我的这个账号里面 还有三千多点 我老公那边的话 有一万六千多点 偷偷架一起的话 一共有一万不到两万块钱 我说哈 没钱了 我说机票还没买完呢 没钱了 我说那咋办呢 因为我后来我们两个才知道 就是就才想起来 就因为之前不是我那个很多粉丝朋友很关心我 就提醒我说的 阿丹把这个把你在大陆的钱的话 应该要转回来台湾或者怎么样 那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能把钱转回来 因为也不是说 就是去了人能带回来那种数额 就我回去能带多少 两万嘛 所以说那时候咋办呢 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过吗 我那个钱让我妈领出来之后 让我好朋友帮忙买成金条了 所以说现在那是一根金条 咋办呢 就是大家那时候不提醒我好意吗 说那个可能怕银行出什么问题什么的 我就把那个换成金条了 完了 没有那么多现金了 我老公还问我咋办呢 我说我还没想到呢 不知道咋办呢 我说要不然这样 我说先可成都 我跟我女儿先花完之后 生了回水洋之后的话 向我妈我爸要吧 让我女儿跟我妈我爸要 然后我老公说你好意思 真的 阿丹从 我从高中开始 到整个大学 我没有再向我妈我爸拿钱花过 就零花钱这一块 然后没再跟我妈我爸拿过 干啥呀 我要拿从一起 要没电 那就没再跟他们拿过钱了 然后现在 我居然说要回去跟我妈我爸拿钱 然后说这个 我说让我女儿要 保养你那个什么 回去没有钱 你跟你老你老也要 咱俩就靠你了 咱啥 知道吧 要不然咱的好吃都吃不上了 没钱了 你妈 你妈没有钱了 我等着你 行不 靠你了 靠我了 靠你吗 你跟你老也要 好不 我非常可靠 你要相信我 可靠我 好 麻烦你了 哎呀妈 靠我女儿吃饭了 哎呀 然后真不知道咋办好呢 先试试看 你说我要从台湾换人民币呢 台币换人民币 得上台湾银行换去 没换过 不知道咋整 不知道这汇率啥的 可能得不划算 因为要先转成美金 然后再从美金再转成人民币 我觉得不划算 我就是觉得说不划算 所以说我从来没有这个 就是这样换过钱 但没有了 那边的钱被我换成金条 要不然趁着现在金子贵 我把金条卖了吧 回去 也是个路子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了 喜欢阿弹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聊 拜拜 我想到了 先把那个卖了 要不然就